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760年春天 饱受战乱之苦的杜甫费尽周折 来到四川成都 在亲友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在成都焕花稀畔 盖起了一座茅屋 暂时结束了辗转飘零的流浪生活 有了一个栖生之所 但是第二年秋天 老天好像故意要跟他作对似的 让杜甫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请同学们跟随老师 一起去品读杜甫的又一篇不朽之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1. 把握诗歌的韵律和节奏 朗诵诗歌并理解诗歌的内容 2. 品系诗歌语言 学习描写景物的方法 3. 体会杜甫诗歌成语更错的语言风格 3. 感受杜甫幽国幽民的思想 以及无辱读破受冻死异竹的博大胸怀 4. 这首诗题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5. 题目给我们透露了哪些信息呢 5.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5. 在老师看来 5. 他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 6. 提示了诗歌的内容 6. 诗人的茅屋被秋天的风所刮破 6. 提示了这首诗的题材是歌形体 7. 那么什么是歌形体呢 7. 歌形是古代诗歌的一种 8. 它的特点是不讲究格律 8. 任由诗人创作性质所致 8. 抒发感情 9. 句数多少不限 9. 可以说是句式整齐的自由体诗 9. 接下来呢 9. 那我们通过一个视频诵读 9. 来了解一下 9. 杜甫为什么又失眠了呢 9. 请同学们在倾听的时候 9. 注意一些字的读音 9. 毛屋为秋风所破歌 9. 杜甫 9. 八月秋高风不航 9. 卷我屋上三重毛 9. 毛飞渡江撒江椒 9. 高者挂卷长林烧 9. 下者飘转 9. 陈塘傲 9. 南村群同 9. 欺我老无力 9. 任能对面 9. 为盗贼 9. 公然抱抱 9. 入竹去 9. 纯交口罩 9. 呼不得 9. 归来以照 9. 自叹息 9. 鹅请风定 9. 云墨色 9. 秋天默默 9. 向昏赫 9. 不亲多年 9. 冷似铁 9. 娇儿恶卧 9. 踏里列 9. 床头乌漏 9. 无干处 9. 鱼角如麻 9. 未断绝 9. 自经丧乱 9. 少睡眠 9. 长夜战事 9. 何有彻 9. 安德广沙 9. 千万间 9. 大碧天下 9. 寒室 9. 巨欢言 9. 风雨不动 9. 安如山 9. 何时眼前 9. 通物献子 9. 无炉 9. 毒破 9. 受冻 9. 死一族 9. 这个视频 9. 哪两个读音吗 9. 一个是昏黑的黑字 9. 它读的是古音 9. 现在我们一般 9. 读黑即可 9. 一个是 9. 桑乱的桑字 9. 除此之外 9. 像这些红色字体的字 9. 它的读音 9.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9. 下面请同学们 9. 跟老师 1. 一起来认读一下 9. 怒豪 9. 三重矛 9. 挂卷 9. 长铃烧 9. 飘转 9. 成塘奥 9. 耳倾 9. 步青 9. 广煞 9. 大臂 9. 突物 9. 现此物 9. 同学们 9.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9. 同学们 9. 杜甫的叙事诗 9. 都比较浅显易懂 9. 今天 9. 老师就挑选了 9. 诗句当中 9. 一些稍微难解的 9. 词和句 9. 请同学们 9. 做一个自我翻译 9. 你们可以借助 9. 我们书本的注释 9. 先自我梳理一下 9. 一会儿 9. 老师 9. 给你们 9. 交流一下 9. 中文字 9. 中文字 9. 同学们 你们都查找好了吗 9. 下面老师 9. 给你们交流一下 9. 三重矛的三 9. 古文当中 9. 三这个数字 9. 经常是 9. 贩子的虚数 9. 表示多 9. 挂卷 9. 卷的意思 9. 表示挂节 9. 长的意思 9. 为高 9. 冷能 9. 我们翻译为 9. 狠心如齿 9. 当然我们经常会 9. 倒装反译 9. 如此狠心 9. 而请 9. 意识为 9. 一会儿 9. 文言中 9. 表示时间的词 9. 不轻 9. 轻 9. 是表示被子 9. 恶卧 9. 在这里 9. 指 9. 孩子 9. 睡觉不踏实 9. 踏里列 9. 这个理字 9. 是指 9. 背理字 9. 长夜 9. 赞诗 9. 何游彻 9. 这何游彻 9. 意思是指 9. 如何哀悼 9. 天亮 9. 最难翻译的是 9. 这一句 9. 安德 9. 广煞 9. 千万间 9. 大碧 9. 天下 9. 寒是 9. 巨欢 9. 他的意思是 9. 哪里能得到 9. 千万间 9. 高大的 9. 房屋 9. 普遍的 9. 遮蔽 9. 天下 9. 贫 9. 贫 9. 贫 9. 让他们都喜笑 9. 颜开 9. 最后 9. 这个贱字 9. 我们看是贱 9. 但是它是一个通假字 9. 所以读音 9. 读成它通假的 9. 限制 9. 意思为 9. 出现 9. 诗读百遍 9. 习意自现 9. 这首诗 9. 老师就不做 9. 全诗 9. 翻译了 9. 让我们在 9. 读中 9. 去理解 9. 习意 9. 下面 9. 老师会给你们 9. 也配上一点音乐 9. 你们在读的时候 9. 请注意 1. 读准字音 9. 读准节奏 9. 读出感情 9. 同时 9. 也希望你们在 9. 读的时候 9. 去思考一个问题 9. 毛屋 9. 为秋风所破 9. 事件是如何发展的呢 9. 请尝试 9. 用四个字的短语 9. 来概括一下 9. 开始 9. 开始 9. 开始 9. 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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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杨茜茜 同学们,你们读完了吗? 下面让我们来把握一下这首诗的故事情节 如果用四个字的短语来概括的话,我们可以提炼诗句当中的关键字 老师是这样概括的 一,秋风卷毛 二,群同爆毛 三,雨至乌漏 大家有没有发现呀,杜茜的这首诗啊,给我们一种很强的动态画面感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杜茜去学习一点写经的技巧 对诗人而言,这是一个极为不爽的秋日 诗人主要描写了哪些景物来突出这个秋日的不爽呢? 同学们快速到诗句中去找一找 我想,大家很快能找到有这些景物 像风,茅草,群同,云和雨 那这些景物有何特点? 诗人又是采用了哪些写作手法来突出它们的特点的呢? 下面请同学们继续结合诗句思考 诗人继续结合诗句思考 请同学们回答 同学们,你们想好了吗? 下面老师跟你们交流一下 三重毛 诗人写风,说他在怒嚎 可见这个风是多么的狂暴呀 毛飞渡浆撒浆浆 高者挂卷长灵烧 下者飘转成塘澳 毛啊,被风吹得到处乱飞 南村群同欺我老无力 冷门对面围盗贼 宫男抱毛露竹去 唇交口罩忽不得 归来以仗自叹息 群同乐游诗人怎么呼喊 都没有搭理他 可见这些孩子特别的顽皮 这一句主要是从色彩上写出了云的浓黑 这一场雨不断的下 密密麻麻的 可见是特别密集的一场暴雨 那么诗人采用了哪些写作手法呢 他调动了听觉和视觉感官来写紧 第一句采用的是你能修辞 第二句采用的是对比手法 一二两句从政策两个角度 共同突出了秋风的狂暴 第三句呢 诗人对群同和诗人 是从动作和语言方面去描写的 那么同样也是正侧面描写相结合 我们诗人实际上是来突出群同的顽皮 第四句写语 包括第五句写语 都是采用了比喻的修辞 大家呀 有没有发现咱们杜甫可是一个写井高手 以后你们在写井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杜甫这位老师哦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秋日 杜甫的心境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请同学们再结合诗句去想一想 同学们 你们想好了吗 下面老师交流下我的体会 我体会到诗人如此心境 那老师是从哪些诗句体会到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像这四句写风 毛 云和雨的这些写井的句子 我们可以感受到 世人内心那种无助 痛惜 压抑和忧愁的心境 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龙情与井的写法 因为这些景物都是一种灰暗色调的 再是我们也可以从诗文当中一些直接描写的句子中去感受到 比如 纯交口罩呼不得 归来 倚藏 自叹息 这一句主要是写诗人 叹息这个词啊 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 胶着 哀伤的感情 再从 至今桑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 河游彻 整夜无法露眠 咱们的诗人一定是痛苦 凄凉的心境 那一场秋风 一次抢劫 一夜秋雨 就让诗人陷入到如此愁苦的境地了吗 诗人到底为何叹息 为何失眠 在咱们诗句当中啊 有一句揭示了真正原因的句子 同学们 你们去找一找 我想领悟能力强的同学 一定能够找到这一句 至今桑乱少睡眠 桑乱呢 在此处指的是安死之乱 这一场战乱究竟给诗人的命运和生活 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 安死之乱之中的杜甫的资料 安死之乱第二年 杜甫县贼长安 经历了国都的沦陷的荒凉和残酷 春旺中 风火连三月 家书帝万经 再现了藏火连绵中的丝家之统 自四十岁起 就一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仕途上连招冷遇 辞官悉行 生活中的他困苦逃难 丧子 历尽人生心酸 十毫力中 存者且偷生 死者常疑 再现了战乱中的生死之痛 由此可见 战乱中的杜甫的生活 是多么艰难呀 那么我们文中 哪一句诗 最能体现我们杜甫生活的窘困呢 请同学们来找一找 应该是 布侵多年冷似帖 这一张冷似帖的布侵 即使他贫苦生活的写照 作为读书人的杜甫 才华横溢 在朝廷上也谋得过 一官半职的公民 战乱来临 其生活尚且如此艰难 那其他长期处于 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他们的生活又会如何呢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段资料 旧堂书记载 安死之乱发生后 公事焚烧 食不存衣 百朝荒废 诚意之内 不满千户 方圆百里 人烟断绝 千里萧条 社会陷入了混乱 无数苦难百姓流离失所 战乱死伤众多 劳动力不足 社会农业生产停滞 各地饥荒严重 战争迫使官府 大量增加税收 导致民不聊生 读完这段资料 老师的感觉是 一张不清冷似帖 一身坎坷 天下痛 战争 让天下的所有韩式的生活 都处于同样窘困的境地之中 同学们 现在你们明白了 诗人到底为何叹息 为何失眠了吗 请同学们 再去深入思考一下 老师归结起来 我觉得有三点 一 他为自己年老无力 生活困顿 二 为世道维艰 周围的人 也一样困苦 三 为像这些狂风倒雨一样的 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那么 诗人的痛苦 像这场秋雨一样 绵绵不绝 那么 长夜 沾诗 何由彻 诗人 在这样漫漫 长夜当中 他又何所思呢 下面 请同学们 跟随老师 一起来 拥用一下 最后一节诗歌 请你们在 念的时候 也尝试着 用四个字的短语 来概括一下 这一节诗的内容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壁天下 寒是巨欢颜 风雨不斗 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入现此物 无辱毒破 受斗 死 一 阻 用四字短语 来概括这首诗 最后一节的内容 同学们 你们会用 哪四个字呢 老师啊 用 祈求 广煞 这四个字 此时的诗人 自己饥寒交迫 自家眼前的危急 都无法解决 但他却 由自己的苦难 向到天下寒事 只要广煞门县 宁可自己受冻而死 也满足 这是一种 怎样的情怀呢 同学们 你们先想一想 除了 谢谢大家 无法解写 未养 反正 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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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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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师看来,这是一种关心您身疾苦, 有国有民,舍己为人的济世情怀。 有人曾这样评价杜甫,杜甫之所以伟大, 因为他写出了许多快智人口的诗篇, 更重要的是,他的能格与精神已远远超越诗人之上。 即使他没有写过一句诗, 他那悲天命人的济世情怀, 体察人间冷暖的心灵, 有如斯加摩尼耶稣。 这个评价,老师要为他点赞。 像杜甫这样拥有博大济世情怀的人, 真的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后人去敬仰。 然而,在奥林一号年的时候, 网络呢,出现了一些恶搞杜甫的图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杜甫很忙的事件。 对此现象,你们怎么看呢? 在老师看来,喜欢画画创作非常好, 但是拿名人伟人来恶搞, 我觉得特别不妥。 现代文学家郁达夫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今天老师想送给大家。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 而不知拥护爱戴, 景仰的国家, 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草堂留后世, 师圣祝千秋, 杜甫的草堂也许早已在历史的硝烟中消散, 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师圣, 在成都又为他重修了草堂。 而现在,草堂的荒花稀盼, 亦是一排排平房临刺致笔, 一壮壮高楼拔地而起。 诗人追求的大壁天下寒是, 据欢言的理想已经变为现实。 而杨毅在他诗歌中的优国优民思想, 作为一笔精神财富, 感染着、激励着千百万智势人人, 散耀着永恒的光芒。 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中国呀, 涌现出一批批像对付一样, 心怀天下, 舍己为人的勇士们。 他们有医务工作者, 有解放军战士, 有建筑工人, 还有许多平凡的普通人。 他们正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的杜甫那博大的精神。 今天在此, 让我们向他们告一声谢谢。 希望同学们在学习杜甫的诗篇时, 也能学习他那对时代而言, 永不过时的伟大精神。 今天这堂课, 我们即将结束。 那我们看一下课后作业。 一,背诵必莫写, 毛屋为秋风所破歌。 二,结合本次疫情。 以这是一段什么什么的日子为题, 写一篇诗文, 字数不限。 好, 这堂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同学们再见。 谢谢。 谢谢。